小伙儿捡到一只透明甲虫 造型酷似外星生物 随身还带着一座小房子 大自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奇怪动物 一些在海边游玩的人经常有意外收获 这不,有媒体报道 一名小伙儿在野外游玩的时候 意外捡到一座透明的小房子 让小伙儿吃惊的是 这座小房子里面居然还住着一个奇怪生物 眼前这种生物很像一只甲虫 它通体透明,晶莹剔透 看起来就像一件冰雕艺术品 小伙儿子十分高兴 它甚至认为这种动物是一种外星生物 于是小伙儿子将它带回家了 后来小伙儿子询问专家得知 这种神奇的动物叫做定居慎容 定居慎容是世界上最大的海生浮游生物 雌性定居慎容身长在25到42毫米 雄性定居慎容的身长在8到12毫米 定居慎容的分布十分广宽 从南北极到热带都可以发现这种动物 定居慎容的身体中含有很多水 身体比重接近海水 以便于在水中浮游,不易下沉 有时候人们发现的定居慎容 往往还带有一个透明壳子 看起来很像一座小房子 好多人都以为这是一种天生的结构 实际上并非如此 定居慎容的透明外壳 是从其他动物内里抢夺过来的 比如尊海翘 而且抢夺过程十分残忍 因此定居慎容也被人们称为 浮游界里面的恶魔 一旦发现目标 定居慎容会残忍地将尊海翘杀死 将里面无用的东西清除掉 只留下一个透明壳子 就这样 定居慎容就拥有一个抢夺而来的住所 抢夺过来的外壳 不会随着身体长大 和寄居蟹一样 当透明外壳容不下定居慎容身体的时候 定居慎容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当然万物相生相克 有时候定居慎容也会成为别的动物的美食 大自然中有不少身体透明的生物 透明的身体在海水中可以起到衍生作用 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躲避天敌的追捕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